这下没有投进 周琪 赵继伟聪明 赵继伟直接截胡 回来 又是一个双手爆扣 炸扣 现在像这样的扣篮 张震霖场军一个 这种完全身体打开以后爆发力把球扣进去了 这确实我首先要说赵继伟的判断太准确了 张震霖 一定要能够保护下来 张震霖 好球 好球 漂亮 张震霖这球对抗力量 通常如果没有力量爆发力的话 这球被摸太一顶的话 你可能球又掉 因为第一下他点了一下 对吧 就算他的核心周期他也不持球进攻 因为他也没有持球进攻太强的能力 好球 这边一个错位 张震霖三相 这球其实处理的又不太妥贴 是 张震霖的防守防得好 他做斜防干扰你 完了之后马上防回自己人 而且能够不失位 打进 防守队员退的也够快 回来对面 张震霖想扣一个 想砸扣周期 再来一下 这球官人传球是很及时的 这个球其实周期没碰到 没碰到 没碰到 只是干扰到 干扰到 好 因为张震霖这球呢 他最后扣篮一下角度 被周期影响到 好久啊 对 机会其实之前就有 导弹来了 果然砸对方手上了 错进错出 他这个双冲锋啊 确实不好发 好球张震霖 这一节比赛两个队啊 辽宁队张震霖的发挥 对方 现在又被压回去了 暂停回来 被新疆队打了一个7比0 张震霖要一下中距离 这个点他是有的 是的 而且张震霖他现在呢 就是面对双场 这赛线我都说了嘛 对方一定要快 外线张震霖看这次三分球 好球 对吧 又是张震霖 又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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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丝毫为做文章出来 攻框 这个攻框的威胁性啊 周琦这个大三步啊 没有能够摆脱张震霖 没有能够把张震霖卡在后边 是 又一个 连盖两个 反击来了 反击来了 这个辽宁队开局抢到 辽宁队也同样的啊 在进攻端还是要能够 找好机会 对啊 又是用张震霖 你是装塔的时候 就是要用四号位来做文章了 看看张震霖又一个张震霖 张震霖这个四号位得行 赵纪伟聪明 赵纪伟直接截胡 回来 又是一个双手爆扣 乍扣 现在像这样的扣篮 张震霖 张震霖场均一个 这种完全身体打开以后 爆发力把球扣进去 这确实我首先要说 赵纪伟的判断太准确了 把张震霖的球给断掉 完了之后造成了 张震霖的就是双手爆扣 其实我觉得他们可以多看一看 当时这个空阶之层啊 这个保罗跟给力分 是 是 你要是再找路 安三保罗跟这个 安三保罗 对 那118比111 今天的新疆伊利特是爆了第一阶段的一箭之仇 现在以七分的优势战胜了辽宁本刚 也送给了联赛领投养本赛季的第二场的常规赛失利 现场直接要洗香槟玉